这里曾是以无字称之的古老城邑 历经上千个春秋的轮转 它成为金人熟知的现代城市苏州 这里留存着文明刻下的大小硬痕 保持着粉墙带瓦的迷人风韵 花开花落一如既往 小桥流水从未停歇 今天这里正迎来新的变革 历史文化片区的设立 让古城宛若新生 北看长城之雄 南看盘门之秀 置身其中的盘门历史文化片区 以摩拳擦掌 即待一场古风金韵的完美呈现 在江苏省苏州市盘门历史文化片区 下辖的苍浪街道办事处内 该片区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正茂 带领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次特别企划 因为端午将至 他们要为辖区内的居民们 举办一场苏州端午民俗文化节 盘门历史文化片区作为古苏区 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的 八个板块十一 古城保护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 我们除了要大力的保护 古街古巷 古载古建 古井古墙等物质文化以外 我们还应该重视 高度重视 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 苏州端午习俗 曾作为中国端午节的 四处重要传承地之一 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年的苏州端午民俗文化节上 盘门历史文化片区 也将创新性地展示这些 代代承袭的古老习俗 其中身为策划人之一的 苍浪街道文联秘书长朱秦农 邀请了来自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 方伟峰先生 为外国友人们 讲一讲中国古代的一位谋略家 军事家吴子虚 因为在苏州人的心目中 端午节是纪念吴子虚的日子 吴子虚是苏州城的建成之父 他在公元前514年 建造了我们的苏州 那个时候叫河里大城 就是今天的苏州城 至今已经有2530周年了 我们想国外友人直接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 更加以直观的形式感受 让他们更加了解到苏州的一些民俗的特色 作为我国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之一 吴子虚奇人奇事或许早已家喻互想 戏曲舞台上也从不缺少关于他的演绎 如京剧传统剧目吴子虚 包含了战凡城 文昭关 四王瑶等七者戏 可谓将吴子虚的一段人生故事 进行了全面戏制的展现 吴子虚他是楚人 为讨难所以跑到了吴国 有一天被公子光发现了 就重用了他 公子光就是当时的河里 吴子虚就是辅助公子光夺得了王位 这个门当时就是有河里进出的地方 虚门 虚门 恍如翻开了中国的史书典籍 这样的体验之旅足以让人收获满满 而在苏州 与吴子虚有着紧密联系的 还有一条名为虚江的河道 这条虚江呢 也是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是世界上第一条人工开挖的运河 就是由吴子虚号召了开挖的 这条虚江运河的总长度呢 达到230公里左右 当时开挖这条虚江运河的话呢 吴子虚呢 他不但鼓励农民多种田多种地 而且呢 兵民合一的 还能打散老百姓 然而 历史的洪流却并未给吴子虚带来完满的结局 公元前484年 当时的吴王夫差 因听姓禅言将吴子虚赐死 于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 将其抛入江中 后来 每逢端午节 苏州人都会在当地举办祭祀活动 以此纪念吴子虚 这里呢 叫吴相词 后人呢 会纪念吴子虚 在这里设立的 每年的端午节 这里呢 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吴子虚后裔 到这个地方来祭拜吴子虚 我们感兴趣呢 也可以在这里 先来拜拜 我们可以祝福 和祝福福 祝福福 吴子虚与苏州城的故事 在当地人口中相传千年 今天 他们又别出心裁地 将这段历史 封存在精妙的剪纸艺术中 它是另类的吴子虚生平小传 也将跟随旅人的脚步 走进更多人的记忆里 吴农阮宇配以蒋鲁青瑶 这是否足以让人沉醉其中 它是盘门历史文化片区 苍浪街道文化站站长 陈璐的巧思 今年的苏州端午民俗文化节 陈站长不拘泥于 传统习族的展示 他把戏曲表演引入活动中 让苏州平潭 为喜庆端午的人们助兴 平潭呢 作为我们苏州 一个代表性的文化 一样的惯例呢 就是坐在凳子上 或者在书场啊 或者是在茶室啊 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游客到苏州来 可能到这个剧场去听 或者到茶室去听 这个受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把它推广到 在景区里面 在游船当中 让大家能够有个感受 傅俊昆是盘门历史文化片区 苍浪街道南章小舍的一名相声演员 说学逗唱样样在行的他 此次为苏州端午民族文化节 编排了一段快板表演 主题是粽 为即将举行的包粽子活动 打节拍造声势 取义取义最接地气 现在我们取义呢 应该是扎根基层群众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南章小舍 就是以这个普及教育 取义知识为主 这次我们把我们所普及的 快板的这一项 融入到了我们端午当中了 五月五 过端午 家家户户化仓库 在龙州地武祖 小孩头上发老虎 我们习俗有很多 咱们大家说一说 真要从头样样说 估计能说百年多 不用从头样样说 俩们专专重点说 端午节最重要的 这是粽子 今天咱们来的对对吧 说的主题就是粽子 吃粽子我可是大行家 多少我都能消灭它 谁让你吃了 让你说 函门历史文化片区 下辖的苍浪街道 曾在2014年 征集到花式粽子284种 创造了单场展出 粽子品种最多的 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记录 而今这些心灵手巧的苏州人 再展身手 他们用五花八门的作品 告诉大家 即使是糯米与粽叶的 简单组合 也能创造大智慧 别看小小的一只豆 个头不大情地宙 并含着历史与使命 存在着我们的中国梦 中国梦 一面是画家韩仁兴 他被邀请在今年的苏州端午民族文化节上 绘制中葵画像 一面是京剧演员张钊 他应邀前来展示戏曲舞台上的中葵形象 为何这一镜一动两位中葵会同时出现呢 端午的时候 宗旨的时候 我们苏州的风俗习惯 就是要驱武邪 所以中葵是驱武邪的一个忠神 所以大家就挂着他的像来祈福 从古代唐朝到现在我们没断过 苏州传承了上百年的画中葵挂中葵的历史 其实如果单从国画 当然它是国粹 没问题 但是只不过过于静态了 这次我们又融入了上另外一个国粹艺术 就是咱们的京剧 京剧也有塑造钟葵这个人物的 而且他是刚正不阿 又配合咱们这个端午 形成一种动态 以静态跟动态两个国粹的结合 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 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一个创新 中葵是帮助人们辟邪除灾的神明 在农历五月接下来的每一天里 他都将庇佑着苏州城的每一户人家 中南近市五龙泉 端午时节闭上悬 仗军辟邪奸群丑 免得鬼魅扰人间 宋苏霞是苏州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由他指导的昆许白蛇传选段 将在今年的苏州端午民俗文化节上亮相 相传白素贞在端午节这天喝了熊黄酒 而后献出蛇行将许仙吓死 苏州人从前也有端午节饮熊黄酒的习俗 因此在端午节这天演出昆曲白蛇传 也算是应景之举 昆曲是发源于我们苏州 在端午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演绎 还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这次用的两位演员 也就是我们自己接到的 像白蛇传白蛇的服装 青蛇的服装 我们就到专业剧团去借的 尽管我是觉得还是 跟专业的要求还是有一点距离 但是咱们就是自己的演员 他能够表达出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不容易 筛罗雷鼓 飞龙腾空 热闹的舞龙表演 足以是气氛热络 人性欢腾 今年的苏州端午民族文化节上 由当地市民组成的百花洲舞龙队 还将带领着三乡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共同舞龙 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亮相 此外 来自苍浪街道 文联艺术团的青年演员们 还将表演舞蹈画虎 把额头画王这一习俗 从生活中搬上艺术的舞台 作为这些活动的策划者 组织者 盘门历史文化片区 用行动来传承古老的端午习俗 他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客人 在节日这天走进盘门景区 与他们同欢乐 共庆贺 一同感受浓浓的当地文化